今年3月中申请在美国IPO上市的阿里巴巴 近期是动作频频 在中国境内并购了优势公司 并跟中国邮政来合作 在美国则以名称Eleven Main推出了网路商店 分析人士就指出了阿里巴巴上市前交易行动频频 似乎就是在提升公司的知名度来博取未来股东的信任 网站上写着我们很快就会开幕 这个就是阿里巴巴6月11号在美国推出的网路购物平台Eleven Main 打出只收取3.5%的佣金 大概是主要竞争对手价格的1%到1% 试图以较低的价格吸引商家 但是分析师指出对阿里巴巴来说 要打入已经很拥挤的美国网路购物市场 可能会是困难的 推出Eleven Main的同时 阿里巴巴还以高于19亿美元的估值 收购中国行动浏览器业者优势科技 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一笔并购交易 不过对于阿里巴巴想赴美IPO 外媒分析 由于中国反复无偿的商业环境 低度发展的法律系统 仿冒盗版问题 以及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使得阿里巴巴的申请案 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风险 金唐尔海电视张祈玲整理报道